香港人煙囚蜜 不过交通网络和基建现代化的程度享誉全球 香港公共道路的长度30年间增加了四成 在疫情前的2019年 公共交通系统服务乘客量每日超过1200万人次 交通网络建设和服务稳步发展 得益于多年来累积的经验和技术 香港不单止将先进的经验和技术服务本地 更加积极走出去 其中港铁在北京和深圳等城市参与建设和营运铁路 亦都在英国瑞典等的国家拥有铁路专营权 此外全国最繁忙机场之一的上海洪桥机场 2004年开始印尽香港国际机场和机管屋的营运理念 实现短期内管理水平跃升 并获评为世界最快进步机场奖第一 有报告说香港交通的可持续发展 在25个国际大都市中排名第一 包括轻建机场第三跑道 推动跨境铁路 打造智慧港口等等 香港在未来继续追求却越 为世界交通发展贡献香港方案 拼播 与香港共赢 OurChinaStory.com 全新感受当代增华 感受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